中华館文化協議現在開始到二月二十五號 在中华館在美術館電視落指如雲煙黃香谷紀念展 歡迎大家在第五個期間到美術館欣賞修法作品 黃香谷老師出生在何比 定期在中华期 他自小時候開始而下摸比例 早期向修法家王蘭生還是修法 也因為他修法有很親密作用 學生遍佈台灣國內 醫生已團成熟的維基雄 是中华館當代重要的修法家之一 只是黃香谷老師在創作館的時期 不幸在理工一六年過往 為了要紀念黃香谷老師醫生有意的創作 中华館文化協特別在中华館的美術館 基板落指如雲煙黃香谷紀念展 因為我爸爸就是我爸爸他寫書法寫了將近一夾子 大概六十年的時間 然後呢他這個展覽是原本是在 我記得是2016年的春天的時候 文化局就已經有邀請他要辦這個各展 那但是呢因為他到年底的時候呢 因為就是身體不爽快 就一個免疫系統感染 然後就十多天就過世了這樣子 那時候心裡想說電影也是要繼續辦下去 所以就用了這一年的時間 然後呢把整理了家人跟朋友整理一些作品 然後就來辦了這個紀念展 那也非常感謝說文化局把這個檔期排在了 剛好就是他過世的一年的時間 因為本來就是今年啦 今年的年初也是大概春天的時候 那就是有稍微提前了一點 在書家創作上 黃香谷老師吳京磊本土醫生 親修到賴和神仙的計劃 對台灣文化和秀儀都有研究 並且化為俗化創作 風景不斷創新 所以這次在中華管理美術館所基盤的電纜 中電出黃香谷老師代表作品 經透過電視上官武器 讓觀眾能夠請求感受到醫師發覺的風喊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中華 蔡芳報道 小燈 小燈